在我们做网站之前 我们一定要先看一下其他类似的网站 那从里面得到一些心得 就是说到底哪一些可能是现在没有的 或哪一些是现在缺乏 或还没做好的部分 哪些是优点哪些是缺点 那我们大家接下来很快的 把这几个稍微介绍一下 那第一个这个是 我觉得做的还蛮完整的 它是一个教师专业成长的一个整合平台 它里面有很多概念 这是上一层的结构 那这下一层的结构 那里面也有很多 比如说数位学习资源 然后教学的方法 对 然后教师要研习进修 对 到底要怎样去看 这边内容还蛮多的就对了 那这里的话 就是一个教育部的数位学习平台 这个我目前稍微看一下 比较像是让老师在上面学 就是参加研习时数 就线上一个研习时数的一个资料 那这个是我上次去研讨会的时候稍微听到的 就是一个新竹线的教师合作备客平台 听说现在他们可能年底要把它变成是一个 就是国家的一个备客 类客平台的单位 老师在上面可以分享一些东西 这是里面的内容差不多这样子 它是以主题去分的 不过里面其实没办法再细部的去点 因为我觉得可能就是因为教案 它有时候有 有版权的东西 所以里面要点进去 它其实要注册账号才可以看 那在这里的话 各学科中心其实也有蛮多东西的 那我觉得学科中心的一个好处就是 有老师在维持一些资料 让里面资料其实可以随时更新 我最常用的大概是定期考的部分 那这个教育部数位资源入口网 我也觉得它做的 就还东西还蛮多的 把所有东西都收集在一起 然后可以用关键字去搜寻 因为这几年其实数位的教案 教具都是非常的多 但是它只要透过这网站让一些资源可以共享